花蓮旧火车站原本是东部最繁华的商业圈 但是因为火车站迁移到花蓮市西区之后 原本的商圈就开始没落 因此花蓮县文化局和在地的艺术工作者 协力打造了铁道文化园区 开放了空间 也吸引了更多民众前来参观 尝一口有机农法种植的花生豆 在旧铁道旁边挂上许愿牌 这里是花蓮旧火车站园区 艺文活动结合了在地艺术团体与小农市集 让更多民众亲近铁路 认识花蓮铁道文化园区 借由一些艺术活动的 这个比较是实验型的方式 来测试这个空间 可以怎么样去串起一种新的记忆 如果年轻的孩子 没有参与到过去的那段历史的话 跟他的关系是很薄弱的 可是我们觉得铁道的这个社群 应该要让他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你得去设计一种新的活动 自从花蓮火车站与周边设施 迁移到花蓮市西区之后 旧火车站这一片原本是花蓮台东 最繁华的商业圈就越来越没落 花蓮县文化局与当地文史工作者 八年多前开始整修规划 开放空间让民众参观 当艺术碰上旧的铁道遗址 火化空间的计划激发出许多在地传承的火花 希望跟民众分享生活经验 一起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公民记者秋凯丽花蓮报导